眾所周知,自從俄屋戰爭以來 德國的物價已經漲了非常的多了 我們現在買菜都只敢去一些比較廉價的潮濕 像後面這種阿迪潮濕就是德國比較廉價的潮濕 先去看一下買點菜,然後看一下要花多少錢 這一個一塊,六毛五 太貴了吧,現在就這樣 阿迪裡面還有這種麵包機器 然後只要按下按鈕,然後選擇你喜歡的麵包 就可以拿到你要的麵包了 特別不環保,因為我也不需要這個玩意 然後再買一個這一種 最早一個,這可送才0.2級喔 現在都漲到0.55歐了,可珍貴啊 這種中國梨一個就要0.99歐 還是挺貴的,因為它算進口 不過之前的價格也差不了太多 真是很貴 蘋果的話像這種嘎嘎鍋 六個的話差不多1000克,一塊三毛九 其實沒有算很貴,因為德國蘋果還是挺多的 香蕉也是2歐1公斤 不過這種是B.O.的可能比較貴一點 這邊橘子就很貴了,半斤就要2.49歐元 最近德國蔬菜才是重災區 原來零點幾的蔬菜現在都是要1.多歐 並且甚至快打到2歐元 最近黃瓜真是逆天了,一根要賣到1.59歐元 吃不起吃不起,溜了溜了 我不喜歡吃青椒,不然這個價格我是吃不下去 還有2.65歐元 太貴了吧 果汁算是沒什麼宰價了 反正原來也就差不多這個價格 然後偶爾有些貴一點 阿滴的牛肉算是很良心了 一公斤才9歐元左右 比起其他超市 基本上現在都是12歐元的價格 算是很便宜了 三文魚在德國其實本來就挺貴的 所以這邊差不多10歐元一斤的三文魚 其實價格還可以 旁邊這些豬肉末就比較便宜了 500克只要3.99歐 日雄肉也是長了非常多 長了快一倍了 豬肉算是很良心了 基本上每7-8歐元就能買到1000克 我覺得挺划算的 有沒有喜歡吃德國香腸的大木扣1阿 原來0.6級的Miu冷牛奶 現在都攢到1塊3毛9了 Miu也是相當可怕 原來0.99現在3.49 這個價格簡直是 喔唷唷唷 零食區的價格我覺得一直都是還可以的 原來0.99的油現在漲到2.49了 其實已經降了不少了 在之前一段時間是一罐油4.99歐阿 結戰囉結戰囉 阿迪說你你的手勢有多快 現在都可以用支付綁 多少錢 六十五哦 四百多塊人民幣 快五百塊人民幣 買了一大車的這個食物出來了 差不多夠吃個兩三天吧 然後花了四百七十的人民幣 也就是六十五歐元 感覺現在無價市場了至少一倍 以前買這麼多東西 感覺只要花個二三十歐就夠 我們現在是購物回來啦 然後買了差不多就地上這麼多東西 看一下我們都買了什麼吧 肉的方面的話我們只買了三個肉 一個是這種冰凍的鱈魚 這也不算鱈魚吧 不懂是什麼魚 然後買了一個這個就是五花肉 然後又買了一個雞腿 水果方面是買了草莓 泥然後橘子 還有這個葡萄還有一個蘋果 奶製品方面的話其實沒有買很多 就是兩罐酸奶和一個兩個牛奶 水的話這果汁買的是差不多五罐果汁 像蔬菜方面只買了一根黃瓜 一個大白菜和一個西紅柿 然後其他的話像這個就是 就是那種冰凍的可以直接煮了 義大利的主食 然後也買了差不多兩袋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這種 薯豆球和這種薯豆餅 然後還有一些小麵包 這裡面看到可以最貴的話 其實是這個豬肉嘛 每公斤只要4.4歐元 然後這個已經是那邊 可以說是最便宜的肉了 然後像其他的豬肉的話 差不多都是9歐一公斤 像這邊雞翅也是很便宜的 這邊雞翅只要5.8歐一公斤 好像沒記錯以前一公斤 可能才一兩歐超級便宜 然後雞肉也是 然後雞肉現在是9歐一公斤 以前才4歐還是3歐一公斤 黃瓜也是非常誇張的 你見過1.68歐元的黃瓜嗎 反正我是沒見過這麼貴一根黃瓜 以前一根黃瓜 我沒記錯可能就0.3 0.4歐元 大白菜這邊是差不多0.9千克 然後1.28歐元 然後1公斤是1.38歐元 這種價格上來說是還可以的 但是這種大白菜以前 也就是0.幾億公斤 特別便宜 反正現在物價是特別的高 然後像這裡0.99一個 那這個我估計在中國的話 0.99歐元應該可以買 三四個至少四五個吧 其他的東西的話 價格也都是漲得非常多 像奶滋餅都是至少漲得一倍左右 只有像蘋果啊葡萄這些 而且好像價格是沒有太大的變化 那大家覺得這個價錢貴不貴呢 評論區告訴我 那我們下期視頻再見啦 拜拜